依然黄小柔向来给人阳光开朗的形象 两个日前她登上综艺节目时 却自曝曾经历一年的低潮期 她坦言当初卖掉自创潮牌时 是这辈子最实意的时候 当时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太失败了 这演艺圈也没有什么代表作 各种负面情绪让她患上忧郁症 深陷焦虑不安的情绪 导致她无法继续在台湾生活 于是搬到上海常住 黄小柔在独居的那一年里 没有接任何的工作邀约 甚至离朋友都没联系 整天就只是待在房间里 也没有办法走出房门 突然有一天她收到了好闺蜜 王以路的私讯 当时对方只是简单问候 随后便直言要来上海找她 黄小柔试着劝阻对方 不需要大费周章的过来 但是对方仍坚持出发 两人见面后相处了五天四夜 王以路并未问自己的情况 只是纯粹闲聊 最后成功让她自愿回台 温馨的闺蜜琴感动不少人